我們看了這個動量與輻射壓力 我們看了就是說 一個輻射的電磁波 射到一個黑體 所謂黑體就是說它是完全吸收的 那麼這個輻射的電磁波 對這個黑體的壓力是多少 我們知道說這個一個輻射 就是電磁波 電磁波它的能量 它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PC 能量是動量 那乘以什麼呢 乘以這個速度 光的速度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知道說 這個單位時間 通過單位面積 這個什麼呢 這個S是可能多少 S是單位時間 通過單位面積的什麼 它的輻射能量 A除以A S是這個 那我們知道 U的話是PC P的話呢 是什麼呢 是打到單位面積的什麼呢 那個能量 A除以DT 單位時間 單位面積 單位面積 面積的能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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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的話是等於PC PC的話 這個P的話 是總光子的這個動量 總電磁波的這個動量 所以這個 這個是等於 D P C DT 出於A 那C的話 是光速可以出出來 這是D P 出於D T R A 乘以C 那是什麼 這就是 單位時間 打到 這個結面的 它的動量變化 單位時間 在這個 黑體表面的動量變化 所以 這是F 出於A 再乘以C 這上面是壓力 大P 這是大P 這是動量 大P C 所以 這個 黑體承受電磁波的動量 輻射的動量 輻射的動量 R A 輻射的動量 你弄什麼 等於這個S 我們知道平均 平均的光強度 S 出於C 就得到這個結合